今年是邓小平同志揭开解决香港问题帷幕40周年 40年来 在一国两制方针指引下 我们不仅成功解决了历史遗留的香港澳门问题 而且实现了香港澳门平稳过渡 如期回归以及回归后继续保持繁荣稳定的目标 这一历程极不平凡 这一成果来之不易 邓小平同志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创立者 其有关一国两制 构想的系列重要讲话 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非凡的洞察力 预见性 至今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近期在香港发生了危害国家主权安全 损害香港繁荣稳定的暴力活动 如果任其蔓延 香港有沉沦的危险 温固而知心 面对这一新的严峻考验 我们有必要重温邓小平同志 关于香港问题的重要讲话 坚定维护以宪法和基本法 为基础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正确理解香港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首先要切实理解 邓小平一国两制 构想的两个基本点 统一和发展 一国两制的提出 首先是为了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 正如邓小平同志在香港问题 提出一史时所说 实现国家统一是民族的愿望 一百年不统一 一千年也要统一的 统一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意志 谁胆敢将香港分裂出去 必将背上民族罪人的千古骂名 同时 一国两制是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条件和背景下提出的 因此一国两制从构想到实践 也必然的与中国改革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 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 始终与国家改革开放同步 一国两制实践为中国快速发展发挥了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立 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和支持港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论述 从统一和发展两个基本点上 对邓小平一国两制 构想做了进一步丰富和深化 是从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高度 就港澳治理做出的顶层设计 是为一国两制承载新使命做出的战略部署 是指导一国两制实践不动摇 不走样 不变形的行动当领 对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保持港澳长期繁荣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 回归是香港限制秩序的巨大转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共同构成特别行政区的限制基础 当前在香港发生的问题 乃至回归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政治法律问题 究其根本 是香港社会在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的理解上缺乏共识 而各种反对势力从中蛊惑生乱 导致香港近期出现 一系列严重冲击 一国两制的暴力犯罪行为和错误危险的政治倾向 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必须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这是维护香港法治的核心要义 也是香港社会的共同责任 在这一问题上 香港社会要深化认识 凝聚共识 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要只是要维护国家的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 保持香港繁荣稳定 近期香港发生的乱象中 出现暴力冲击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驻港机构 无损国旗 国徽和区徽 冲击国际航空枢纽和重要公共交通系统等严重违法行为 甚至出现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 鼓吹港独等口号 这已绝非一般的游行示威活动 而是意在从根本上毁掉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的颜色革命 对此绝不能姑息 必须依法惩治 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要意识正确把握一国与两制的关系 按照基本法规定的特别行政区制度 把中央依法行使权利和特别行政区履行主体责任有机结合起来 在实践中 必须牢固树立一国意识 坚守一国原则 特别行政区要求落实中央依法直接行使的权利 和中央授予的高度自治权切实负起责任 同时 正如邓小平同志早就指出的 如果发生动乱 中央政府就要加以干预 对此 基本法和驻军法都已作出相应规定 这是中央政府的权利 更是中央政府的责任 维护和巩固特别行政区限制秩序 要务实发展 发展是永恒的主题 是香港的立身之本 也是解决香港各种问题的金钥匙 发展必须有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 如果香港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涡 人为制造对立 对抗 那就不仅于事无补 而且会严重阻碍经济社会发展 在一国两制框架下 建设越港澳大湾区 发挥港澳独特作用 提升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 是香港不可或缺的发展机遇 香港社会应增强忧患意识 把握发展机遇 用足用好国家提供的各项政策 把主要精力集中稻稿建设 谋发展上来 排除干扰 再创辉煌 当前 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是香港社会 最急迫和压倒一切的任务 希望广大香港市民倍加珍惜一国两制 维护宪法和基本法权威 维护香港法治 积极行动起来 各尽所能 各尽其责 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区政府依法施政 支持香港警队和执法司法机关严正执法 公正司法 勇敢向践踏法治的暴力行为说不 凝聚起维护国家利益 守护特区安全的强大正能量 邪永远不能胜政 只要香港社会团结一心 凝神俱气 鸡卓杨青和中共计 就一定能够制止动乱 排除干扰 让香港早日恢复正常秩序 并更深入地投身国家发展大局 再创香港发展的新辉煌 续写一国两制 伟大实践的时代新篇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